首先感谢田北辰议员提出这个这么重要的议案 也多谢所有议员提出的修正案 提出保护儿童的建议其实都是值得考虑的 所以我也是会支持 其实每年香港都有成千宗的虐待儿童的个案 但是大家要留意 其实我们收到这些个案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其实在2005年和2010年 香港大学的药宜和药偶研究报告已经指出 其实药宜方面公布的求助数字其实只有1% 还有99%的个案其实是隐藏的个案 未被发现的个案 通常一些个案被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个案 所以我们香港是特别需要尽快就保护儿童提出政策和一些法案 其实儿童幼儿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们不懂得保护自己 就算他们被药被伤害他们都不会懂得投诉 不懂得举报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政府也都更加有责任是要去保护儿童 同乐居的事件反映了政府对儿童的院舍缺乏监管 对保护儿童其实是失职的 几十人的儿童在这里被药 被药了这么久 院舍里面已经有了药宜的文化 大家都只眼开只眼闭看不到 要去到街坊投诉才被揭发 然后政府又说不觉得自己有犯罪 因为都没有说一定要有CCTV的 所以没有看CCTV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根本就拒绝道歉 现在提出一个委员会全面检讨 我也接受 因为你当然要检讨了 难道不检讨吗 但是我很希望不要一年之后交了检讨报告之后 又再不了了之 其实过去这几年社会上都发生了很多宗 很严重的若疑个案 甚至导致儿童死亡 其实立法会我们也有多次提出这个讨论 其实有几个法例 政府是真的应该尽快去做去保护儿童的 包括没有保护罪 强制举报若疑 我们应该投放更多的资源和政策 去做及早识别及及早预防 另外我们也有 团体也提出了 应该立法全面禁止体罚 这些其实都是应该去做的 我们逐样说 没有保护罪 其实19年政府已经拿过上来 立法会和我们讨论的 我们讨论的时候 其实我发觉是没有争议的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其实是照顾者 是有责任去保护儿童 又或者是无能力保护自己的成年人 所以既然没有争议的责任 那为什么19年拿了上来 到现在 又是不了了之 还未立法呢 我唯一就是希望提出的就是 政府尽快拿这个没有保护罪来 进行这个立法程序 而且在里面 特别指明精神伤害 和性侵犯都应该被视作为 严重伤害的范畴里面 详细 我想这里我们也不能说到这么多了 第二就是我们说的强制举报若而 我知道 我们都问了很多次 追过局长很多次 为什么这条法例 在2018年拿过来讨论 现在又是还未立法呢 那就是说 社会上有很多不同声音 因为如果你推行强制举报的话 涉事的人士就可能会负上刑事责任 因此业界就有很多疑虑 会不会实施之后 业界包括教育界 社工 就会有很大压力 还有很多药宜个案是很难看得到的 所以会有遗漏的 如果因为遗漏 而要负上刑责 就很不公平了 政府就说要做指引 就着不同的业界要提出指引 要做培训 才可以推出这个强制举报 我觉得 究竟政府的考虑 是否以儿童的福祉为最大的前提 其实保护儿童是应有之意 现在你是保护业界 还是保护儿童是重要呢 什么时候才拿这个法例上来呢 及早识别及早预防 我们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但是经过了这几年 讨论了很多次了 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 主席我觉得 每次有悲剧发生 社会就会讨论 政府就厉害告诉我们 我们很重视保护儿童 我们会检讨的 但是全部都是得过港元 直至下一个虐待儿童的个案 又再发生了 局长 这届政府究竟为保护儿童做过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我希望未来这届政府 是真正是会落实 一些保护儿童的政策和法例 不要又是得过港元 主席我更此层次 感谢观看